妞妞兒童舞團一上場 立刻擄獲許多粉絲的心 舞台下還有精采的圓優惠 復古棉花棠 便宜二手藝 還可以幫你畫畫像的攤位 挖好糠還能做工藝 就連巧虎 熊大都來參一角 我覺得這裡超好買的 我覺得超好玩的 那邊學烏克莉莉 我覺得就很多元化 這樣子小朋友能夠玩得更開心 就看他滿多小朋友的 就還滿開心的 因為最近比較沒有這種活動 然後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這是放心在台北 臉書粉絲團第一次舉辦的 粉絲聯合見面會 串聯九個粉絲團發起好康事蹟 拉近於粉絲之間的距離 從網路穿越到現實 實際的走進台北行政區的 各個鄰里 關心兒童 學生 爸媽 上班族等不同的族群 透過現場的活動與服務 讓粉絲都能變成好朋友 今天來參與這個放心在台北 在我們榮幸花園舉辦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相當的熱鬧也很溫馨 是一種場合公益的 對這個 對我們市民的同胞 大家都付出很多的愛心 非常感謝這種活動 分享好康 關心社群 放心在台北的志工不計代價 就是為了走入社區 親自服務粉絲 創造出大家庭般的體驗 打破天龍國很冷漠的迷思 讓愛永不止息 以上次記者 曾書雲 蔣品萱 趙迪遠 楊冠毅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它的提供 空間 對 我們會呢 對